第三十章,大机缘,将那黑甲青年遗留下的所有物品全部一锅端完全取出,扔在了这广袤的草地上,物品加起来遍布上万公里范围,虽然量多,可珍贵的毕竟是少数,其中一件物品瞬间吸引了罗峰的目光,29厘米长的一节千年光, 黑衣罗峰低头看着一节激光式的物质,这到29厘米长的光就落在草地上,如果仔细盯着这道光看,都感觉到周围时光在扭曲,情不自禁便会沉浸在其中。 千年光,一种奇异物质,是制造时间类兵器的珍贵材料,像这种材料一般在黑洞核心中偶然会产生,在一些奇特宇宙秘境中也会有。 价值无量,这29厘米的一节千年光,就算我买,在宝库中兑换也得花费30亿积分吧。 黑衣罗峰嘀咕,这拿十足强者竟有这等宝物材料。 青光白露目,长32公里,截面直径在2.1米至8.2米,粗细不一。 酒镜光沙,360粒。 黑衣罗峰迅速辨别,越看越是欢喜。 看来这拿十足青年积累这么多材料,肯定是想要炼制一件非常厉害的时间类法则兵器。 罗峰嘀咕道,那黑色截边用材也算不错,可大可小,也蕴含着时间法则密文,可估价也就在1亿至2亿积分间。 哪里比得上这些,单单这些材料,就耗费了约80亿积分,这还是我购买所需要付出的积分,这拿十足青年恐怕付出代价更大些,这件兵器如果制造出来,威力可就大了。 将所有物品汇部筛选了一遍后,黑衣罗峰露出笑容。 很好,积累军工赚财富得宝物的效率,哪里比得上击杀一些有背景的人物,一次击杀就能得到大笔宝物,当然,背景越大击杀,难度越大。 像杀黑甲青年,就没杀那机械族茨维卡男,如果和杀罗峰相比,杀茨维卡就容易多了。 黑甲青年,茨维卡,罗峰,都是有背景,且背景越来越大。 如果成功击杀罗峰,是无语义,兽神兵,洛克神水,黑色金属板,降甲,那才真发了。 虽然有背景,可黑甲青年,茨维卡,他们俩背后的宇宙尊者们,根本不敢擅闯域外战场。 至于罗峰老师混沌城主,当初混沌城主自己都说了,不太希望看到罗峰求救那一天,毕竟混沌城主擅闯域外战场, 虽然以他的地位,他敢这么做,却是有点丢愤的。 不被逼到那最后一刻,混沌城主也不愿这么干。 嗯,收获不错。 黑衣罗峰点头,旁边的金角巨兽,却是俯瞰着下方密密麻麻无尽的物品, 忽然隐约被一颗看似普通的晶石吸引了,金角巨兽呼得低下头颅,按金色双眸,盯着那无数杂乱物品中其中看似普通的晶体, 这是看似很普通的透明晶体,呈多面球体型。 错。 黑衣罗峰也飞到一旁,盯着看。 多面球体型的晶体,整个约有足球大小,落在地上,普普通通。 说,一丝世界之力在这晶体表面扫荡观看一番后,而后直接渗透进其内部研究。 嗯,当世界之力渗透入其内部后,这晶体忽然亮了起来。 花,五颜六色的彩光,以这多面球体为中心,朝四面八方四射开去, 就仿佛耀眼的彩色太阳,无穷无尽的彩光, 瞬间竟然笼罩整个异方世界,在这无穷无尽的彩光笼罩下, 黑衣罗峰,金角巨兽分身都感到时光的变幻错乱。 天啊,黑衣罗峰瞪大眼。 哦,金角巨兽低吼一声,暗金色双眸同样瞪大。 两大分身都盯着那刚才还普普通通, 此刻却要眼浮散出笼罩一方世界无尽彩光的晶体, 那神秘而强大的气息,而时光错乱的奇异感, 让罗峰瞬间明白。 中宝。 捡到中宝了。 靠,这才是那黑甲青年真正的中宝, 我一直疑惑,他封王初等实力, 怎么就能施展出时光暂停了? 这一招的难度,据说比瞬移还要更难一些。 一定,一定是这种宝。 罗峰嘀咕着,死死盯着这无比耀眼的晶体。 其实当初那拿十足青年施展时间暂停, 罗峰只是认为是其天赋能力配合法则感悟施展出的。 此刻看到这神秘精球, 罗峰却瞬间认定, 十有八九是因为这精球,罗峰也算见过宝物的, 可气息这般庞大的,却少见。 吃吃吃,在这晶体上开始浮现密密麻麻的神秘文字, 这种奇异的文字笔画,好似法则密文, 罗峰虽然不懂这些文字,却一看就明白了意思。 这文字,罗峰一瞪眼, 魔音神将传承, 就是魔音神将传承时看到的文字。 是的, 神秘文字罗峰只是见过一次, 是当年在魔音山接受魔音神将传承时, 那传承宫殿内浮现的文字就是这种神秘文字, 这种文字根本不认识, 却能让人轻易明白这文字到底是什么含义, 很是神奇。 内容很简单, 大一是, 此为梦光神使的传承经, 任何拥有灵魂的借主及生命, 皆可接受梦光神使完整传承。 接受传承后, 即可开始修炼梦光神使秘法, 将整个秘法修炼到完美大成后, 便是神使候选者。 神使候选者即可融合这颗传承经于体内, 如若成功, 即可成为新一任梦光神使。 浩瀚宇宙, 梦光神使仅有一位。 若现任梦光神使在位, 其他传承者修炼大成, 只能成为梦光神使候选者, 唯有现任梦光神使陨落, 梦光神使候选者中才会出现一位新任梦光神使。 传承经每1081纪元可传承一次, 本传承经上一次传承是在82纪元前, 还需要约9999纪元才能进行下一次传承。 黑衣罗锋看完后眨巴下眼睛。 他算是看明白了, 这梦光神使传承似乎修炼到大成的不止一位。 显然修炼难度要远远低于魔音神将传承, 当年的魔音神将传承都说了, 无数年来却无一人能够接受完整个魔音神将传承, 而且传承方式似乎也不一样。 魔音神将传承是一步一个台阶, 走到台阶尽头便是修炼大成史。 梦光神使传承却是先得到一整套秘法, 然后修炼, 修炼到大成就是神使候选者, 等现任梦光神使陨落才能继位。 还要等9999纪元才能进行下一次传承。 靠! 一亿年! 罗锋哑然失笑, 看来这传承经上一次传承是被那拿十足青年得到了, 他一定是得到了这套神秘的传承秘法, 所以才能那般逆天施展出时光暂停这一招。 这传承经怎么办? 罗锋狄咕, 这是宝物, 可自己根本用不上。 单单猜都能猜出这是和时间法则有关的, 而自己走的是兽神之道, 自己这兽神之道, 乃是通往宇宙之主的真正的大道, 主要是空间, 今自己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时间法则, 树叶有专攻, 时间得花在自己擅长的方面。 可用不上, 丝毫不能抹杀他的珍贵, 这可是传承经, 每一万零八十一纪元就能传承一次, 这价值的确难说。 我也用不上, 在手上也是浪费, 就算谁要用, 也等九千九百九十九纪元之后。 罗锋摇头, 恐怕只有那些活了够久的强者有耐心等吧。 嗯, 得去问问老师, 这宝物怎么解决? 罗锋瞬间做出决定。 梦光神史的传承经, 罗锋在宝库中是看都没看过, 显然也属极为珍惜之物, 这等宝物去询问混沌城主, 最容易得到妥善解决。 真眼王老师修炼的是空间法则, 现在困在最后一步, 欲要成为宇宙尊者。 这宝物对真眼王老师也无用。 罗锋对真眼王很感激, 如果能够帮到老师, 他也舍得, 只是真眼王困在最后一步, 像很多珍贵宝物都是无用的。 有用的宝物, 却是多锋拿不出的。 虚拟宇宙, 雷霆岛的最高巅峰, 那无尽混沌气流深处, 有着一座宫殿, 那便是混沌城主的宫殿。 是啊, 罗锋凭空出现在宫殿门口外, 而后跨入宫殿内, 一步步朝里面走。 老师, 站在大殿中, 罗锋恭敬行礼。 找我有何事? 平静的声音, 从混沌气流深处传出。 弟子在狱外战场, 机缘巧合刚刚得以宝物。 罗锋恭敬道, 这宝物弟子也从未见过, 只是在查看的时候, 那晶体上自动浮现神秘文字, 弟子看了才知道那是梦光神史传承的传承经。 神史传承经, 混沌城主从那无尽气流深处走来。 虽然并没有展露气息, 可是生命层次的真正高高在上, 却让罗锋不由自主生出臣服之意。 混沌城主表情随和, 眼眸似星空般深邃, 随即露出一丝笑意。 你竟然能够得到神史传承经, 运气倒是不错, 鸿蒙中的神史传承经, 一共也才收了八千多颗, 至于梦光神史传承经, 鸿蒙中也仅仅只有一颗, 算是极罕见的了。 呃, 罗锋眨巴下眼睛。 别奇怪, 混沌城主道, 你当年去接受过摩阴神将传承, 那摩阴神将传承店都是有三十二座, 梦光神史的传承经, 即使有数十颗, 上百颗, 又合足为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